中容鋼鐵 我們中容鋼鐵是國內唯一同時擁有電爐與高爐的一貫作業煉鋼鋼鐵 主要設備皆採用當時最新環保製程設計 且持续引进最新节能技术 优化制程 达成节能增效降低能耗的目标 本次代表中容公司参赛的压钢厂 提出节能改善案 总共59项 主要重点有 一 干胚直接热浸炉节能专案 加速干胚入炉 减少焦炉气的消耗 二 焦热炉炉温自动控制系统 透过智能温控提升燃料使用效率 三 加热炉风车马达变频控制 透过加装变频器 改善原来固定转速的电耗 四 钢卷除去智能化物流系统 利用AI优化钢卷的排程 减少天车调运次数 中文银铁持续推动产品高质化与绿色生产 引进最佳制程与技术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并治理环境保护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这一次中文铁钢厂 比较值得分享的一个 就是说一般传统的节能方式 大部分都是借由制程上面的一个改善 或者是设备的更新来达到一个节能的效果 那我们这次特别利用AI演算法 来开发出我们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优化天车所有的功力 找出钢卷放置位置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节 那减少每一颗钢卷被天车调运的次数 那借由这样的方式降低天车移动 及沟头升降所需要的一个能耗 那自从我们AI程式上线之后 每一颗钢卷的平均调运次数 可以由3.3次降为2.67次 借此来达到我们节能的一个效果 以往加热炉采手动控温系统 导入自动炉温控制系统 在品质优先的前提下 最佳化钢卷升温历程 并以相对较低的卷温出炉 可节省加热炉燃料使用量 下降约每顿800万卡 约3% 令钢卷越快进入加热炉 则钢卷温度越高 可减少加热用的焦炉气消耗 经济型RRQ钢种节能专案 采生产排程优先插压 让钢卷提前入理 DHCR连助胚直装模式 是将钢卷直接送入入料平台 搭配排程自动挂单 直接入加热炉 共节省焦炉气1900、2000立方米 用电用能机制化 导入AI智能化 节能减碳做得好 省钱省能又环保 别乱点赞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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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